二十万的饥荒还了十八万 这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那日子过得可想而知 基本上都得出去工作吧 每年都干到个六七个月七八个月吧 每年要干六到七八个月的重活 年轻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重体力劳动 读大学之前曾经干过 知道什么叫重体力劳动 我心里面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的 我只想说一点 人得学会知足 没有批评您的意思 但是咱首先要知足 您是向晚一个美好的生活对吧 是不是 对 可是您就没想 我怎么才会有美好的生活 您把所有对美好生活的寄予 全部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首先放到了这个男人的身上 我嫁给他可能会好 您失望了 其次放在了儿子的身上 我养了一个孩子可能会好 结果您失望了 再次您放到了未出世的一个孩子的身上 想象了一个人 我养一个女儿可能会体贴我 我有个说话的人 结果失望了 现在又放在了您认为已经开放的眼界里 我不要这个婚姻 我不要这个窝囊的男人 我再来一次我就会好 如果幸福生活是这么简单 靠别人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 因为所有的幸福都是自己一手创造的 我们看到过比您日子过得难的 忍 但是日子过得热气啊 有家的味道啊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但是在您追求幸福生活的时候 麻烦你别忘了本 生活就是这么点逻辑 四十六岁了 四十六岁 如果说过去不努力 现在再努力也来不及了 干重体力活的人 从现在开始 您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您得保重身体了 已经这么慢悠悠地 过了大半辈子这样的日子了 那就接着把这个日子过好 这个日子过好 不意味着一定要有一个婚姻 有些人你是守不住的 主要有孩子呢 有孩子其实没关系 孩子要走自己的路才是对的 如果您真有那个心 您带着小儿子过 我现在都给孩子 什么都没争下 什么都没有 陆琪老师说得特别好 我们给孩子的不是存钱 不是娶媳妇 我们给孩子的是 自己独立生活于这个社会的能力 就一句话 尊重一个嫁给你二十年 给你生了两个娃女人的决定 不要强迫和强留别人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还是回来吧 我实际挺努力 你看不到我的努力 实际我有时候不对的 请你原谅我 我觉得你也是不容易 但是我也不容易啊 二十年生这件用 我也跟上你 也没有好过一天 这事情让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就少捞到我这儿就行 我现在就每个公司全给你了 你就看不出我的努力 让我想要想再说了 你以后咱们还是回去过日子吧 我以后会更加爱你 来吧 我们看看在他们爱的记忆当中 都存在哪些真情 或者叫爱的片段 来 让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 我们的小儿子老师问我 你的愿望是什么 他说我的愿望就是 我们家四口人在一起过个生日 我们小儿子画着爸爸妈妈 哥哥他画着爸爸很不高兴 为啥不高兴啊 他平常就对孩子就挺凶的 所以就画着他个不高兴 所以您拿这画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让他看看 他对孩子怎么样 大哥您那放的什么呀 我放了四张电影票 一家四口看个电影 他一天唠唠叨唠叨唠叨 就后来把电影放过去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谢谢 时刻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谢谢我的这首天使 为我能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 来 随便有一个这首天使 回吧 回吧 谢谢你们啊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绝望的一脸 生命只有我